生肖羊 生肖羊的朋友一个人的时候很容易寂寞 人缘很好 总是能遇到贵人 10月28号饱受关的福禄吉星庇佑 到时候家中好运不断 财路八方来 如果能把握好 苦尽甘来 另一方面属羊的他们凭借好运 事业中随着好运加持 不久的将来事业稳步终生 定能龙马精神 生肖猪属猪的人属向五行属水 尤其是五十九 八十三年生的属猪人进入10月28号洋气聚集 五行金旺盛形成金生水之局 先是奇迹降临 后横财当头可谓是喜气满满 有望改变早前阵子横财运很难接住 财运欠佳 繁星是多的现状 另外对于一部分生肖猪之人而言 虽然事业中多有挫折 但是通过想方设法扛过困境后 逢流年即兴进驻财博 不久的将来事业中权力和财富都得到提升 生肖猴生肖猴的人性情纯良 内心非常自强 他们生来属向五行金旺盛 尤其是56年生的属猴人进入10月28号五行土相柱构成土生金之局 到时候好运到来运势顺遂 运势涨涨涨 假如顺利抓住时机 定能发家致富 另外对于部分属猴之人来说 下半年别盲目投资 规避风险就意味着最大的守财 同时应该注意 坚持可能无法获得收获 但至少有机会 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经过这些努力 将来日子定能美满无比 生肖蛇属蛇的朋友脾气很绝 脑力聪明 具有超群的创新能力 他们生来属向五行火汇聚 尤其是6577年生的属蛇人 到了10月28号五行目望构建目生活之局 先是运势回升 后富贵华华来 如果能把握好 日子将会美满无比 此外对于部分属蛇之人来说 往后七个月能够好好地大展拳脚 展现自己的才华 同时要注意的是 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低调做人高调做事 相信有一分劳动就有一分收获 经过这些努力 今后不管做什么事情定能顺顺利利